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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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雲,我是想買一個與別不同的生日蛋糕 你帶我來給包餅做甚麼? 你進去就知道了,來 好 這間位於Ossedento的餅店開業近10年 他們的概念就是希望將酒店餅房 高質素包餅搬到街店 為顧客提供非集團的產品 他們的鎮店之寶就是這款禮物袋蛋糕 這裡的立體蛋糕每個人都很漂亮 很特別 尤其是這個禮物袋蛋糕很可愛 對,這裡的立體蛋糕很有特色 你看到其實是一部份的 還有九十多款蛋糕給你選擇 配合十多種味道 有藍莓、薑和紅豆 我真的有時間選擇 讓我介紹一下我心碎之選給你 好,就是這個芒果慕斯蛋糕 做這個芒果慕斯蛋糕材料 包括忌廉、吉士忌廉、雞蛋 砂糖和芒果蓉 師傅先將蛋白和砂糖打起 再將芒果蓉和吉士忌廉攪勻 再混合之前的蛋白和忌廉 最後再加上魚膠水 將所有材料混合之後 就可以倒入蛋糕模棕 將表面掃平之後就可以拿去冰 師傅,芒果慕斯蛋糕 為什麼不用新鮮芒果要用芒果肉 因為芒果肉是製作過的 所以它的味道比較穩定和濃 我們要做這個蛋糕的技巧 要注意什麼呢 最主要的技巧就是 淡忌廉一定要打得起 不要打得太濃 如果打得太濃,那會怎樣 打得太濃,它會粗 而芒斯就不會太滑 不太滑 發脆的味道如何 很香的芒果味,而且很鬆軟 不過我朋友喜歡吃藍莓的味道 還要配一個禮物袋給他 你想知道禮物袋是什麼顏色? 紫色 好,沒問題 其實禮物袋本身是用白朱古力製成 師傅會利用不同的食用色素 將白朱古力調製出合適的顏色 而製作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溶朱古力 當年師傅,煮朱古力的過程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呢? 特別注意就是溫度的掌握 如果太熱就不成形,太冷就會硬身 師傅把朱古力壓成薄片 然後圍著蛋糕邊做成禮物袋的外圍 之後再用火槍將朱古力皮控軟 以便扭成理想的形狀 是呀,師傅 要包這個禮物袋怎樣才能包得漂亮? 最重要當然就是腦海有個圖像 而且要夠快 如果不夠快,朱古力就會硬 就做不到形狀 我已經選了這個禮物袋蛋糕 草雯,那你呢? 我也是 我選了這個白朱古力花邊蛋糕 你看它用薄片來包緊 看它的外形已經很吸引 是呀 這個蛋糕的外層 其實是一塊大的白朱古力薄片 表面是擠上不規則的花紋 首先師傅會很小心地用橙 做出一條條的朱古力薄片 然後用朱古力薄片圍著蛋糕 至於蛋糕的上面 就會用多塊的波浪型白朱古力薄片 砌成 據師傅說 要用橙做出大小平均的白朱古力片 都非常巧工夫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做這個朱古力薄片要有什麼技巧? 朱古力太熱就會砌不起來 如果太冷就會碎 還有每一片要平均 這樣就會漂亮 草雯,你選蛋糕當然漂亮 但我剛才看到有一款蛋糕 如果有男生送給我就好了 哪款蛋糕? 就是玫瑰花蛋糕 這個玫瑰花蛋糕 上面那朵玫瑰花的用料就很特別 不是用朱古力,而是用杏仁糕做成的 師傅說用杏仁糕可以令玫瑰花的造型保持久一點 做的時候 師傅會先把材料壓成片狀 再做成玫瑰花糞的形狀 之後就把幾塊玫瑰花糞砌成一起 就做成一朵最得女士們歡心的玫瑰花 是不是很漂亮呢? 等一下 有請她們考慮 Karen,幹嘛做夢?想起籃子 當然不是 我在這裡設計自己的蛋糕 如果你想吃自己的蛋糕 其實你提早3日前來訂,已經可以了 就是和我去訂 很漂亮 今天和大家一起學做 士多啤梨和咖啡曲奇餅 整個過程是一個小時 難度屬於中級 這個研究院就是我們今天要學曲奇的地方 我給大家一個心理準備 大家進去看見這個環境 就會嚇你們一驚 興叔, 我到了 興叔, 我來了, 你在哪兒? 我在這兒 擁有超過四十年做餅經驗的興叔 曾經任職多間五星級酒店餅房 自稱餅師的他最大興趣就是和學生 在自己開的烹飪研究院一起做餅 那做這些曲奇餅, 材料是否複雜 很簡單, 很方便 只需要一百克糖, 二百克牛肉 三百克麵粉, 一隻雞蛋 那士多啤梨的香味是來自哪兒的? 士多啤梨是來自士多啤梨香油的 興叔, 我也試過做曲奇的 第一個步驟就是下糖 對, 然後呢? 然後下牛油 下牛油, 全部下了嗎? 不是, 稍微稍微下 不如我幫你稍微下吧 好啊, 好啊 這裡要開幾大? 開機就開慢機 你先開機, 放到底下 然後我稍微和你下牛油 為何要稍微放牛油進去? 稍微放下牛油, 會令它圓滑一點 好一點 對, 一直做 我看到牛油不算很硬 那其實可不可以拿 剛從冰箱拿出來的牛油去製作? 非常不好 如果從冰箱拿出來的牛油 做出來的效果就沒那麼漂亮 最好在做之前的一個半小時之前 切粒, 拿出來在溫暖攤一段時間 好, 色澤方面已經變了一點點了 還未夠, 還未夠 你還要令它白身才行 現在我們還有一些牛油的色 黃黃的色, 變成它未夠起 我已經感覺到糖 已經混合了牛油在一起 而且顏色已經淡了很多了 對, 你說得沒錯 你打得很漂亮 現在我們打得這麼漂亮 我們就可以開始下雞蛋了 對 是不是要逐少加進去? 對, 逐少加進去會比較漂亮 那雞蛋是否可以立刻 從冰箱拿出來就打下去? 最好不要 因為你冷的時候 打出來的效果就不漂亮了 為何這隻蛋要最後才放進去? 當然, 牛油和糖先打起它 如果你放在蛋一起 還未打出來的效果就不漂亮了 好了, 現在可以關機了 好的 我們就開始下粉 但下粉之前, 我們的粉已經篩好了 是的 那是怎樣放進去? 全部… 先下一半 好了, 現在你可以先開始攪拌 那我要用什麼力度去攪拌? 你由手慢慢去攪拌就行了 最重要是要慢 你看到底部沒有粉 就可以看到攪拌完了 興叔, 這個曲奇餅底已經做好了 是不是時候加味的? 是的, 是時候加味的 不如有一半吧 來, 士多給你加了 由底部安到上面 由面倒下底 讓它充分均勻就可以了 粉團已經找完了 你就可以開始入袋了 放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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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手勢就不對了 因為你手勢, 你力度不夠 我做給你看看 你把一支袋在中間分一半 在擠袋那裡轉一轉一個圈 轉一個圈的時候 那裡力度就省了一半力了 你做出來的效果 就像魚得水一樣做得漂亮了 你看看, 那就擠得出來 那我們開始吧 好 好 好 很難擠 但要擠得均勻也不容易 為什麼你擠得這麼快又這麼漂亮 你看看我, 你擠的動作是錯了的 這樣嗎 不能夠這樣做的 我擠給你看看, 你看著我吧 做的時候一樣 令到手要一粒一粒 一擠了的時候, 要上來的時候 就不要再擠了 先擠到定型了 然後再擠一擠 那花形就變了出來 再來一個好一點的 對 啊, 很漂亮啊 這樣就對了 對,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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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興叔 試一下我們做個蝦蝦餅 你試試我一個 給我一點評議 好啊… 我先試一下 好啊 嗯, 很好吃 很香脆, 很好吃 嗯, 多謝了 因為有你在這裡才可以這麼好 但是呢, 其實我有哪方面 可以改善一下 當然, 如果你擠得漂亮一點 擠得綺麗一點, 漂亮一點 就會更好 好啊, 我會注意的 如果大家想做一個 士多啤梨和咖啡曲奇餅的話 就立刻這個網址 就可以找到材料和做法了 到時大家就可以自己 這麼美味的咖啡餅了 好像不太夠, 為甚麼呢 其實可能是因為焗爐擺放的環境 和室內的氣溫 令到那個焗爐的溫度是不同了 譬如你調了200度 可能實質只剩下190度而已 如果你想準確地量到溫度的話 你就一定要買一個很準確的溫度計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想也要買一個專用兼準確的溫度計 是吧 好, 今集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重溫我們這集的資料的話 可以瀏覽以下的網址 如果大家有甚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發訊給我們 或者打個電話給我們 好, 先跟大家說再見吧 好, 再見 再見 再見